为何不该继续做Uber Eats外送员的理由 总括所有理由中牵扯到的就是薪水 其他的都是附带的 Uber Eats外送员正式进入低薪时代 也就是说他不再超过基本薪资了 Hello大家好我是阿伯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现况的Uber Eats外送员到底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先从善意面来看 一直以来 敖拜逼朕退一步 朕就得退一步 但是却还让人流连忘返就是因为自由度 自由度呢只是一个托词 真正脑海里想的是 不想进入社会的外送员 理由不用我说 现在的求职社会环境 只要你没有什么专业能力 你的正常薪水也就是那样 且要对你上司派下来的工作百般顺从 又或者是有做不完的事情 最后结果是做到死 薪水也就那样 所以很多人还在外送圈的理由就是这个 不用用热脸去贴别人的人屁股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单时你甚至可能会看到一些外送员 自备另一只手机出来玩游戏 听音乐之类的就是可能这么轻松 就连在送餐时的工作内容也是算很简单 爬爬楼梯 拉拉东西 放放东西滑一滑就结束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要说好处大概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最近平台限制的12个小时运用也是有好处 可能可以让过多的司机产生分流机制 又或者是让司机的工时相对正常 不要太过劳碌 以免呢在送餐时注意力不集中产生交通意外 嗯好的善意面谈完了 接着咱们呢就进入毒蛇评论吧 进入今天第二个主题 哎没有错就是你 为何不该继续做Uber Eats外送员的理由 总括所有理由中牵扯到的就是薪水 其他的都是附带的 Uber Eats外送员正式进入低薪时代 也就是说他不再超过基本薪资了 我记得我刚做的时候基本薪资好像是160 而现在是183 我们不要讲太远 就讲最近一年所发生的砍薪事件好了 1.砍汤奖的金额 在我刚跑的时候45趟是900元 而最近45趟是835元 哦不对哦 我刚来看了一下 现在是780元 刀刀见骨 2.里程数计费方式 在我刚跑的时候是一定距离就开始多一些钱 我们不要讲一开始还有取餐费的时代 就是一两公里就不会是40元 一定是有多个几块钱这样子 聚少成多击杀成打 接很多单就会出现很大的差距 而后改成两公里以内都是40元 最近则是两三公里甚至更远都可能是40元 3.平台叠单吃钱秘技 最初的跌单最多是两张 现在则是可以跌到三张 第二张跟第三张的起始价都是24元 还有一段时间很离谱哦 平台甚至两张单连64元都不想给 详细情形就是有一段时间上新闻所写的一张0元的那个事件 我就不多说了 那为什么说这是吃钱秘技呢 我就来说几个例子 第一 你接了一张跌单 如果你拒绝掉了其中一张比较远的单 只而你的单张起始价又会变成24元 而不是40元 这真的极度的不合理 因为你就是送单张而已 不是跌单 他还给你算24元 当你送到这种的整个感觉就会很差 有人可能说你可以不要拒绝啊 问题是有些单可能等太久 又或者是距离远的很夸张 你就会不想跑 这就是问题所在 第二个例子是距离配上里程数的算法 去吃掉你本来应该拿到的钱 随便打个比方好了 假设我今天接到了一单从中和优势 送到中和新南夜市好了 价格有可能是50几块 我们算52元好了 然后你去取餐的时候 系统就很常会再派给你跌单 而且可能不是跌一张是两张 距离只要在一定范围内都可能是48元 也就是24元两张 然后送的距离可能是比新南夜市更远 会拉到甚至靠近新店 而最后叠出来 你明明送了至少5-6公里跑不掉 结果可能是100元左右 一张单三十几块 你没有听错 那如果按照它原先的距离来算 三张都是单张不同司机来接的话 大概价格会是52-53-54元 因为第二张跟第三张的里程数比第一张更远 平台全配给同一个司机的话 直接省了将近60元 同一种方式反过来也是 可能给你一张不会太远的 但却给你跌一张或两张距离很远的单 就是要扣掉两张16块钱 就像这样子 4.加码倍率热区等金额限缩 以前只要是下雨天或天气冷 基本上平台都会有尖锋时刻的加码 而且无上限 现在只是看它心情开 像冬天有时候不够冷 或是下毛毛雨它也都不给 现在给也有烫速限制 像是早上11点到下午1点最多就8张加码 或是10点半到下午1点 这种两个小时半它就给12单加码 给的很不情愿 且金额也不像之前那么大气 一单多25元或30元 以前来讲是家常便饭 现在都是15元居多 有时候还会是一单10元 倍率部分虽然冬天来讲有上去 但加码必须是送长距离的单才会有感 因为里程数的算法就是这样算的 所以就算你倍率很高 送很近的 还是40元 如果在没有倍率的时段跑 可能你怎么跑跌单明明都有一段距离 结果都是60几块70几块连发 钱会少到你怀疑人生 热区就是之前的地图上缺10级的话 会显示一片黄或橘色 覆盖道的地方只要接到单都会多一些钱 中心区域有时候会显示金额 5块10块15块之类的 现在全数砍掉 OK那我们做个总结 在我刚进外送圈的时候 有做过几篇当时的薪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时三天跑50跟55趟 就可以有3万多甚至逼近4万的薪水 现在要跑60跟75趟才可以达到甚至可能还不到 没错 凹败逼正退一步 正就要退一步 你没得选择 降薪减少成本真的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如果年年都砍且毫无底线 光去年就连三砍 今年1月底烫奖金额再降 那未来他就可能变成你要跑两个100趟才会有三四万的薪水 不要觉得不可能 他现在跌三单 搞不好之后就跌四单 故意不让你接单张 然后后面三张都24块起跳之类的 或甚至是砍基本单张价格 砍到三十几块之类的 然后砍到三十几块 他要真厚脸皮 也可能砍跌单的价格 砍了20元之类的 又或者是烫奖金额继续降 倍率消失等等 而你抗议归抗议 他要做你也是无可奈何 大不了你就是走人而已 因为现在的司机多是40 虽然每个人都有他的底线 但是放不了这个工作的依然还是会继续做 平台就是会吃定你 那现在到底薪水是落在哪里 基本上你可以用单张40元去算 那我们以45碳为案例 40乘以45加上烫奖780等于2580 一小时军山单来算要跑15个小时 最后出来的金额是172 这还是没有扣掉油钱的薪水哦 没有超过现在的基本薪资 而且好天气的单量一小时可能跑不到军山 你如果不在意有没有超过基本薪资是可以略过 所以呢 小人认为 Uber一直会送现在的定位是 他的确是可以赚点餐钱 零用钱的工具 但不是一个能够赚很多钱的工具 我大概可以这样说 薪水总结大概就谈到这里 另一些就是让人跑得很不舒服的长单系统 APP问题 开放距离几乎无上限后 把客人的胃都养大了 来的单有一半都是不正常的 七八公里的单啊 比比皆是 退一步来说 就算这些单你都接了 接几单十几公里的一小时 你可能就只跑这两单 且跑完后 你可能也不知道哪里有单 你还要骑回热区 市区啊也要有钱 均单拉低 油钱拉高 怎么算也不划算 还有单量比较多的时候 系统会很常跌单 可是第一单你不想接或是延餐 后面的两三张 可能也都还没做就配给你了 因为顺路嘛 就算店家有按延迟 系统还是直接配给你 所以一点啦 你甚至整个尖锋时刻都在路上打转 最后可能一张单都没有送到 时间就消耗掉了 就会跑得很不顺 其他还有很多我就不再赘述了 到如今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的容忍度已经算很不错了 再这样下去 我猜很多人应该也会跑不太下去 甚至我认为平台这样继续搞 有一天大家会撤出台湾 而且搞不好就在不久的将来 因为越往后薪资太离谱 我看也就没有司机要跑了 最后呢 为何你不该继续做Uber Eats外送人 原因就是 2024Uber Eats外送平台现况是 薪资少得很离谱 跑单也会跑得很不顺 以上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